所以到時候 這個下禮拜開始也請大家 如果沒有辦法到現場就通過我們的轉播呢 其實也蠻誠懇的建議大家 除了為中華隊加油之外 就是看看各個國家的哨棒 這些小朋友到底他們發展的一個狀況 其實應該都會讓大家 有一些不同的一些 這個內容可以看得懂 現在是梁出去之後呢 輪到第二棒的林志祥 所以這禮拜蠻可惜 因為剛好成功沒有在 所以這個宇君呢 原本想去問一問 他當時遇到古巴隊 什麼樣的感受 結果剛好沒有碰面到 林志祥呢 今天有一個四塊九的寶寸 而且就那一屆 我如果沒有記錯 現在可能還有在球場上 擔任選手或是教練的 應該只剩下桃園航空城的梁汝 梁汝好 對 沒錯 媒體也報導 所以梁汝好 我已經來了一個側頭 嗯 來了一個側頭 秋樹現在十兩號兩壞 這一招呢 專門拿來對付左達者 應該是滿好用的 欸 再來一個 結果這一回呢 就掉中了林志祥呢 結束了這個半局 七局打完之後六比七 李耀朗 四棒 結果這個球是一個 查黃被捕球打這被三陣 形成了兩出局 這個球其實 頭的也沒話講 走鴻就是從 沈玉潔的手裡所打 进来跑者在120上 手术11号就没有换一球 打拳一打之后 被队友八头或几乎应该还是蛮开心的 没错 但是有些人还是比较没有站直 出手会比较重 会不会 但是对于这种手轰的人 通常大家都是会用这样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打了一百多次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对这样 打到一百多次的话 按照累积性的话 应该也有点轻微脑震打 不是 打到一百多次人家这样打就翻脸 没有被铁头钩 相反没有铁头钩 球出现了两号球没有坏球 拉一个侧头 这一位神仪杰想要修理一下小老弟朱彦琴 还好这一颗球到最后一颗 朱彦琴用单手去把它做了一个破坏 因为我们刚刚从朱彦琴揮集的动作来看 其实众星整个都已经往前了 好 杨松贤刚才被三振联盟记录 很快的提醒我一下 也中断了他连续六十二打席 没有被三振的一个成绩 所以要三振杨松贤 说实在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也可能左投手 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球数这时候神仪杰领先 面对前轮敲出两分号的朱彦琴 当然对于这种 比较不容易被三振的打折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特性 那种控制球棒的能力都蛮强的 包括像陈冠仁也好 或是像以前的维娜斯也好 其实他们在这种跟球与球之间的 一个球棒的控制能力都做得蛮好的 单手啦 所有的手啦 或是撈啊 怎么那个字他就能 是 或是打到棒头啊 收到挤压 他们都能够把球呢 适当带到一个最好的落点 两好一坏 这个球回望落空 才会呢 正义杰真的是冒了一箭之手 三振的朱彦琴也结束了这个半局 6比7 是的还是1分哦 第一招 带打着 好球 好 接着这个球呢 有一只能也想拚看看呢 结果是遭到了3振 我看到 這球最後從外角的拐進來 這個角度真的非常的大 真的會讓打者第一時間會霧原這個壞球